上帝靠得住吗 这个问题是哪里来的呢 是谁在问 我想在我们在思考 以撒亚书第36章 37章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那个背景 就是在以撒亚先知的时代 以色列国是分裂成南国和北国的 那北国呢 也被称为以色列 已经被亚述国占领了 已经灭亡了 剩下南国 南国呢 也被称为犹大 在焦急的寻求和埃及结盟 来对抗这个强大的亚述国 先知以撒亚力劝犹大 不要依靠埃及的军力 要信靠上帝 那犹大很自然在问 上帝靠得住吗 有可靠的证据吗 以撒亚书的36章 37章 先知以撒亚就将西西家王 作为一个历史的个案 来说服犹大 上帝靠得住 这是那个背景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要从36章和37章 来看这个个案 上帝到底靠得住 靠不住 我们先看第36章 这里开始说到 瓦解信任的意图 这个瓦解信任 是军事心理战术 常有用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36章里边 怎么样瓦解信任呢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嘲笑上帝和他的百姓 第二是削弱上帝百姓的士气 我们先看嘲笑上帝和他的百姓 在第一节到第十节 在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 我们在图片上看到 这里说西西家王十四年 亚树王西拿基利 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 江城攻取 亚树王从垃圾拆遣 拉伯沙基率领大军王耶路撒冷 直到西西家王那里去 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 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于是希勒家的儿子 加载以利亚境 并书记撒伯纳和亚树的儿子 立官越亚 出来见拉伯沙基 在这三节的经文里边 从历史的记载 我们晓得亚树王西拿基利 攻占了犹大的四十五座坚固城 然后这个拉伯沙基 拉伯沙基是什么东西呢 是亚树国占地指挥官 的一个头选 他率领大军从垃圾前来 就在耶路撒冷西北部的 三十英里的一座城 他被拆遣来给犹大最后通牒 警告他们 犹大所派来会面的代表呢 加载以利亚境 书记舍伯纳和立官约亚 这三个人 然后在第四到第六节 这里说 拉伯沙基对他们说 你们去高属西西加 说亚树大王如此说 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以 仗来呢 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 我看不过是虚化 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 看啊 你所依靠的埃及 是那压上的伪仗 人若靠这仗 就必刺透他的手 埃及王法老 向他一切依靠他的人 也是这样 你看到拉伯沙基 这个战地的指挥官的狂傲了吗 他称呼亚树王 西拿基里为大王 但是怎么称呼西西加呢 直接称呼他的名字 因为对他来说 西西加没有资格称为王 他向西西加发出的问题是 你所依靠的 有什么可仗来的呢 你凭什么信靠 你要的东西 其实这也是 犹大和西西加王 急于要知道的答案 其实今天 你也不想知道这个答案吗 在这个乱世的里边 在这个气候巨变的时代当中 在这个前途岌岌可危的时代里边 上帝靠的竹马 这个 拉伯沙基 就开始逐步的 把西西加王不同的选择 一一击破 从第五节 他说 你打仗的计谋和能力 不过是纸上弹兵 行不通 第六节 他说 你所依靠的埃及 是那压上的伪杖 终必刺透你自己的手 然后呢 在第七到第十节 他说 你若对我说 我们依靠耶和华 我们的神 西西加岂不是将神的秋坛和荣 和祭坛废去 对不起啊 那个太远了 我看不见 我还得看我的圣经 和祭坛废去 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当在这堂前敬拜吗 现在你把档头给我主 亚树王 我给你二千匹马 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 若不然 正能打败 我主成仆中最小的军兵呢 你竟依靠埃及的军车马兵呢 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 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 在这三节的经文里边 他说你想依靠耶和华你的神吗 你的这个战略指上堂兵 你要依靠埃及 埃及是个压上的伪杖 第三 你想依靠耶和华你的神吗 请你记得 你这个西西教王 岂不是将神的秋坛和祭坛废去 导致犹太人无处敬拜上帝 上帝会喜悦吗 你看这个异教徒 他以为犹太人是在拜偶像的祭坛 敬拜上帝 其实犹太人是在圣殿里边敬拜上帝 所以作为一个异教徒 他假设上帝因此不喜悦 西西教王所带来的宗教改革 上帝不会喜欢你的 他不会来帮助你的 这个拉伯萨基 他邀请西西教王和亚述王来做一个打赌 他说我给你一个当头 我给你二千匹马 他说你连骑马的人都不够吧 你们的条件太差了 我送你战马 你都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骑马的将士 对吧 就像今天我们说 我送你一百架F16型的战斗机 你有足够受训的飞行员吗 是这样的来嘲笑他们的 行行吧 第九节 他说埃及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而又到第十节的时候 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经文 他说是你们的上帝叫我来毁灭你们这地的 这个是异教徒的看法 他说我能够来这里跟你们打仗 肯定是你们上帝许可我 他就叫我来把你们毁灭了 用这个方式来打击以色列人的士气 然后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 他进一步地削弱上帝百姓的士气 在第十一节十二节 以利亚经舍不大 约亚对拉伯萨基说 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 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的言语和我们说话 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 拉伯萨基说 我主差遣我来 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 不也对这些坐在城上 要你们一起吃自己的份 喝自己尿的人说的吗 哎呦你看他话多难听 对吗 这个削弱百姓的士气 拉伯萨基他的最后通牒 杀伤力太大了 以致 犹大的代表 以利亚经舍不那和约亚 请求他用亚兰言语来对话 这个亚兰的言语 他们自己会说 跟对方可以对话 但是老百姓听不懂 老百姓只听懂犹大言语 但是他就拉伯萨基 刻意用犹大言语 为什么呢 他的目的就是要削弱百姓的士气 这种的心理杖术非常奏效 而且他用最脏的语言 来打击百姓的士气 称百姓是一群 施自己份 喝自己尿的人 哎呦我不晓得 你如果站在那个地方 听到人说这些话 是多么难受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觉得我们这个国家 一点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所以在第13到第15节 于是拉伯萨基站着 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 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 王如此说 你们不要被西西加欺哄了 因他不能拯救你们 也不要听西西加使你们 依靠耶和华说 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 这层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他更大声地说出来了 希望更多的犹太人都听见 你们不要被西西加击红了 你们不要听西西加的话 使你们依靠你们的耶和华 西西加不能拯救你们 你们的神也不能拯救你们 到时6节第17节 他说不要听西西加的话 因亚述王如此说 你们要以我和好 出来投降我 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 和乌花果树的果汁 喝自己井里的水 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 与你们本地一样 就是有五果和星球之地 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为什么用尽方法 心理战术 来使他们的士气低落呢 因为最终他告诉他们 你们最好的选择就是投降 亚述王 亚述王西拿基利 这个拉伯沙基在西西加王和他的百姓中间 拨下不信任的种子 然后呼吁他们投降 他承诺他们投降之后 一切恢复正常 大家照常过日子 但是那个时代的人 大家都心知肚明 下一步就是被驱逐到亚述国 然后这一切的承诺就消失如烟了 所以十八到二十节 他说你们要警防 恐怕西西加劝导你们说 伊华币拯救我们 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 脱离亚述王的手呢 他告诉他们 在第十九节 哈马和亚马拔的神在哪里呢 西法瓦英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成就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 这些国的神 有谁成就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 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们的手吗 这里拉伯撒基进一步的威胁 犹大人 警告他们 不要相信西西加王的话 以为耶和华会拯救他们 他说你只要看看 那些沿海城市的下场 一个一个要反抗 但是一个都无法逃脱 连他们的神 他们所拜的偶像 都救不了他们 因此西纳基利王 势不可挡 反抗的成功率 等于零 各位弟兄姊妹到了 二十一节二十二节 百姓静默不言 并不回答一句 因为王城分布说 不要回答他 当下西勒家的儿子家财 伊利亚靖和苏基舍不纳 并亚撒的儿子 立官悦亚 都撕裂衣服 来到西西加那里 将拉伯撒基的话 告诉了他 还有这种的心理脏势 使得这些代表 都自己感到非常的腿伤 他们垂头上气的回来 极度哀伤的撕裂衣服 这是他们表达 哀伤的一种动作 大家都没话可说了 这是第三十六章 在这三十六章的里边 他们企图瓦解 犹大国的信心 希望他们能够投降 那一切就完了吧 但是还有第三十七章 在第三十七章 神的拯救就临到他们当中 在第三十七章 有五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君王的回应 但是敌人继续嘲笑 第三 君王就向神祷告 以后先知以撒亚 给予指示 最后上帝带来拯救 在第三十七章的 第一到第七节 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 在第一节第二节说 西西节王听见就撕裂衣服 披上麻布 进了耶和华的殿 使家宅以利亚境 和书记舍不纳 并祭世中的长老 都披上麻布 去见亚莫斯的儿子 先知以撒亚 他们都心里难过 他们唯一的方法 就是来朝见亚莫斯的儿子 先知以撒亚 寻求从上帝来的指示 怎么去面对这一种 羞辱他们 辱骂他们的敌人 来 第三第四节 对他说 西西节王如此说 今日是急难 责罚凌辱的日子 就如妇人将生产 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 或者耶和华你的神 听见拉伯撒基的话 就是他主人亚述王 打发他辱骂永生神的话 耶和华你的神 听见这话就发赤子 因此求你为余圣的名 扬声祷告 西西节王来到他们的面前 他们承认今天是犹大国 有急难受责罚 神的圣明被凌辱的日子 大家都筋疲力尽的 像一个惨妇 症痛太久 已经乏力了 根本没有气力 把胎儿能够生产出来 除非上帝介入 因此西西节王 恳求上帝的帮助 也请以撒亚 为余圣 还没有被亚述国 征服的子民 扬声祷告 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他们只能祷告 在上帝的面前 然后我们看到 第五到第七节 西西节王的成仆就去见以撒亚 以撒亚对他们说 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 亵渎我的话 不要惧怕 我必惊动他的心 他要听见风声 就归回本地 我必使他在那里 倒在刀下 他说上帝 必定处理 辱骂永生神 和亵渎神的话 神必叫亚述王 听见风声和寿惊 速速回国 最后死在刀下 各位弟兄姊妹 这里最安慰我们的一句话 就是不要惧怕 因为在这一句话的里面 就告诉你跟我 还有希望 不要惧怕 因为还有希望 然后接下来 我们看到敌人的嘲笑 在第八到第十三节 我们先看八到第十节 八到第十节的经文说 拉伯撒基回去 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 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 离开垃圾 亚述王听见人论 亚述王特哈加说 他出来要与你争战 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 去见西西加 吩咐他们说 你们对 犹大王西西加如此说 不要听你说 依靠的神 气候你说 耶路撒冷必不叫在 亚述王的手中 西纳基里打发使者 还带着一封信 去给西西加王 他的内容是直接的挑战 上帝的权柄 因为他说 上帝并不能拯救你们 在第十一节到十三节 经文说 你总听说亚述王 诸王向列国所行的吗 乃是进行灭绝 难道你还能得救吗 我列祖所毁灭的 就是戈善 哈兰 利瑟 何属提拉撒的伊甸人 这些国的神 何曾拯救这些国 哈玛的王 荷尔拔的王 西法瓦英城的王 西拿和伊瓦的王 都在那里呢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 敌人怎么嘲笑他们 他说没有任何国家 和他们的神 他们所朝拜的神 能够对抗西拿基里的势力 你看历史上 全都被灭了 犹大国你们也必无法逃脱 同样的命运 怎么办呢 敌人的嘲笑 把这个西西家王 再一次的带向一个的祷告 在第十四到第十七节 十四到第十七节 西西家王从死者手里 接过书信看完了 就上耶和华的殿 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 坐在二基罗坡上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啊 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 你曾创造天地 耶和华求你刺而听 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 要听西拿基里的一切话 他是打发使者 来辱骂永生神的 这个西西家王把书信 在耶和华的面前展开 向耶和华祷告 他这里宣告 耶和华是独一的神 他是创造主 他是掌管万有的主 他恳求上帝不要漠视 亚述王的辱骂 因此到第十八到二十节的时候 他说耶和华 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 变为荒凉 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 因为他本不是神 乃是人手所造 是木头石头的 所以灭绝他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 亚述王的手 使天下万国都知道 唯有你是耶和华 西西家王承认 亚述国是军力强大的 当时的超级强国 他能够把列国移为平地 但是为什么呢 他的理解是 因为他们的神 是木头做的 是石头做的 根本就不是神 无法保护他们 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啊 他求神拯救耶路撒冷 为什么呢 是万国都知道 唯有他是耶和华 西西家王的祷告 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呀 当西西家王这样的祷告之后 神就把话语赐给先知 以赛亚 在21节到32节 我们先看21到23节 亚迫斯的儿子以赛亚 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里 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 西安的处女 藐视你 赐笑你 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 你辱骂谁 亵渡谁 扬起身来 高举眼目 攻击谁 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先知怎么样像西西家王指示 上帝借着他 要说的话 神要怎么处理西拿基里王呢 他说 神将严惩 亚述国的傲慢 西安的处女 以色列的女子 都要摇头 刺笑 这些 溃败 而逃的 亚述国的军兵 因为他们 竟敢辱骂 以色列的圣者 这是他们的结局 在24 25节 他说 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说 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商顶 到利巴嫩 集生之处 我要砍发 其中高大的香薄树 荷迦美的松树 我必上极高之处 进入肥田的树林 我已经挖井喝水 我必用脚掌 踏干埃及的一切和 这两节的经文 是西拿基里王 非常自以为是的 一个宣告 西拿基里王 看起来天下无敌 他征服北方的商顶 挖去南方的深井 他砍发高大的树 他脚掌踏干 汹涌的江河 你看谁敌得过他呢 照26节 27节 先知说 耶和华说 你岂没有听见 我早先所做的 古时所立的吗 现在借你使 坚固成荒废 变为乱堆 所以其中的居民 力量胜小 惊慌羞愧 他们像野草 像青菜 如屋顶上的草 又如田间未成长的 荷架 上帝说 你能够摧毁坚固城 这46个 以色列的坚固城 你能够使里面的居民 惊慌失措 把他们像野草一样 剪除 上帝说 完全是在我的计划之中 是神许可的 神许可使用他们 先严惩 北国 以色列 现在犹大国 除非你们悔改 神也要使用 亚述国 作为他的工具 来管教他们 使他们悔改 归向神 原来 各位弟兄姊妹 从神的眼中看 亚述王 只是一个木偶 在全能神的手中 任其百步 这是上帝 怎么看 西拿基里 那个狂傲的宣告 以为自己天下无敌 在28节 29节 他说 你坐下 你出去 你进来 你向我发烈怒 我都知道 因你向我发烈怒 又因你狂傲的话 打到我耳中 我就用钩子 钩上你的鼻子 把绝环放在你口里 使你从原路 转回去 上帝说 我是无所不知的神 你干嘛 我都晓得 我能够把西拿基里 带上超级强国的舞台 也能把它 拉下舞台 这舞台是我的 神 掌控西拿基里 就像在牛的鼻子 套上一个钩 牵着走 就像在马的嘴 套上 陪环 来驾驭他 乖乖的听话 把你送回 你的原处 你看上帝在 西拿基里王的身上 进行了身体部位的 穿环手术 就像今天好多人 这里穿一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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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给他做了这个手术 他就乖乖的听话 到三十节 三十二节 以色列人啊 我是你们一个证据 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 明年要吃自长的 至于后年 你们要耕种收割 栽子葡萄园 是其中的果子 由大家所逃脱 余生的 仍要往下砸根 向上结果 必有余生的名 从耶路撒冷而出 必有逃脱的人 从西安山而来 万君知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神给西西家王一个证据 来证明 神必兑现他的应许 他说第一年第二年 在耶路撒冷 还是没有办法 耕种农作物 只是任其生长 但是上帝会供应 他们的粮食 不过到了第三年 他们将恢复 耕种收割 栽子果子 也有收成 他们自己可以过日子 可以独立的过日子 神会保护他们 但是上帝最在乎的是 那些余生的子民 神希望看到他的子民 也能够有丰收 人数有丰收 上帝说 我将保守余生的名 这些还没有被西纳 基利王征服的名 能够往下砸根 向上结果 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不但农作物有丰收 你们这些人 也有丰收 可以继续地成长 先是把神的心意 一点一点地诉说 给西纪教王 使他充满信心 然后上帝就做给他看 在最后 上帝的拯救 33到38节 我们一起看 33到35节 这里说 所以耶和华论 亚述王如此说 他必不得来到这城 也不在这里射箭 也不得拿盾牌到城前 也不足累攻城 他从那条路来 必从那条路回去 必不得来到这城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 又为我仆人大为的缘故 必保护拯救这城 神怎么拯救呢 神承诺西西交往 亚述国的西纳基利王 一定 一定 无法前来 围城 攻城 不要说围城 攻城 他们连射箭的机会 都没有 要拿盾牌 来到这个地方 进行任何的战事的可能性 都没有 上帝要把他们瓦解了 神为什么这么做 他说第35节 我为自己的缘故 又为我仆人大为的缘故 必保护拯救这城 上帝为了 他自己的圣明 和他对大为的应许 神应许 大为什么 大为的子孙 必永远坐在大为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直到永远 大为的子孙 有哪一个 能够活到永远 治理到永远呢 这里是一个预言 这里所指的 就是那个大为的子孙 将要道成肉身的 弥赛亚 耶稣基督 他从死里复活 要永远坐在大为的宝座上 来治理神的城 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是为了神和大为 立约的对线 因此 耶和华的热心 必要成就这事 最后 结局如何呢 你看36到38节 耶和华的死者出去 在亚树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清早有人起来 一看都是死尸了 亚树王西纳基里就拔营回去 住在尼尼维 这一日 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 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 用刀杀了他 就逃到亚拉拉地 他儿子 以撒哈顿 接续他作亡 这是最后的结局 神差遣 执行死亡的天使 一夜之间 寄杀了 十八万五千个 亚树国的战士 西纳基里落荒而逃 拔营回国 最后 在看起来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亚树国神庙里 在叩拜的时候 被自己的两个儿子杀害了 我非常谢谢你们 在我急急忙忙 把两章的经文 六十节的经文 快快地把你们说出去了 你们都尽力忍耐 尝试聆听了解 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字 什么西纳基里西西加都搞不乱 到底他是亚树国 还是以色列国 我都搞不清楚了 没关系 你都听下去了 最重要 要告诉你什么呢 其实就是要告诉你 西纳基里王 这个亚树国 异国的君王 高傲自大 但是无法胜过永生生 人不能胜天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信息 因此 这个经文的开始 问了那个问题 上帝可靠吗 我还能够信靠上帝吗 这里到了结尾的时候 告诉我们 西西加王证明了 依靠埃及的军力 而不去依靠 永生神 那是一昧的 那是一昧无比的 因为只有万君之耶和华 靠得住 这是他的结论 他们在问 他们在寻求 他们在思考 先知以赛亚 你一再地说 一再地说 不要移开埃及 可是谁不想有大炮 想有枪弹呢 想有战斗机呢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什么武器 可以搬上战场 去打仗呢 现实一点吧 以赛亚先知 一再地提醒 一再地提醒 埃及的军力 不能救你们 你们是上帝的子民 你们要靠上帝 万君之耶和华 现在 给他们看了一个 历史的个案 他们看到了 上帝 如何地保护 西西加王 使他得胜 证明了 耶和华 是可靠的神 因此在今天的信息当中 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 叫我们要信靠上帝 和他独有的作为 只有他能够做到的作为 叫我们今天 活在这个世界里边 要信靠他 那你说听了 这两章的圣经 快快速速地讲解 让我们了解背景 之后听了还一直半懂 到底对我今天 有什么意义呢 那是他们的问题 我没这个问题 你如果说 今天我们处在危机当中 我们的生存岌岌可危 周围有敌人在攻击 或者我们这个国家在打仗 这个经文听起来 就特别有意思了 我希望再听多一点 那我们安安乐乐地 基本上算是安居乐业 生活上当然有些的不乐意 总会有些的困难 不如意的事情 可是不至于影响到我 活不下去吧 还能生存 还能走下去 这个话听起来 好像跟我实在是 遥不可及 搭不上 感觉到没有办法 能够产生任何的共鸣 其实我跟你差不多一样 我在讲解经文 搞清楚背景 搞清楚这个亚述国 以色列国 这个名字 花了多少时间 把它念得稍微顺口一点 什么意思 我就想起 我就想起在1985年 1985年 上帝感动我们的 创办教会的 刘直升牧师 率领了 七十位的弟兄姐妹 从我们的母堂 洛杉矶 第一华人进行会 来到圣盖伯谷 那个时候还不在这儿 先从哈仙达岗 是吧 哈仙达岗 那边租了一个学校 开始了职堂的工作 然后呢 1993年 92年买了这块的地 盖了这个礼拜堂 不是这一件事 旧的那个礼堂 我们就开始搬过来 在这里做礼拜 他们信靠上帝 和他独有的作为 以后呢 我们盖了第二间的 第二个礼堂 在这个地方 差不多四某地 一起来敬拜 我们的上帝 我就想啊 我们这几个月 不断地祷告 不断地提醒弟兄姊妹 我们希望在洛杉矶的东边 再往东走 沿着六十公路 到十五公路那边去了 差不多就到Riverside去了 还不到那边 到Israel 到Ontario那里去了 我们希望在东边去职堂 同样的你要问这个问题 上帝靠得住吗 你说靠得住吗 我们看到一个个案 就是1985年 刘直升牧师 大概也问了这个问题 上帝靠得住吗 我们在这里开发一个新的教会 能够存在吗 能够发展吗 我们看到今天上帝的作为 我又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信靠上帝 对于我们这一群的人 要建立一个被征门徒的蓬勃教会 是这么重要 那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 在这个教会里边 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多的祷告呢 如果不是依靠亚述国 埃及国的军力来得胜 如果是信靠上帝来成就事情 那当教会呼吁弟兄姊妹 祷告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应该 更积极地回应呢 因为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对吗 我们处在一个 反基督教的世界里边 其实我们必须承认 有的攻击 对教会的攻击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亏欠上帝 我们犯罪 我们软弱 没有做好我们该做的本分 教会不像教会 那我们得悔改 对吗 但是有的攻击 只是因为你是基督教徒 只是因为你按照圣经的原则 来生活 这些主流文化 给予我们极大的攻击和嘲笑 那弟兄姊妹 我们怎么回应呢 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 我在想我们要想起在诗篇第二篇 一到第四节 我没有放在powerpoint上 我就念给你听 诗篇第二篇一到四节 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枉的事 他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承载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 并他的受高者 说我们要挣脱他的捆绑 脱去他的绳缩 我们不要服在上帝的底下 第四节说 那坐在天上的神 他必发笑 主必赐笑他们 上帝觉得很搞笑 这些我创造的人 要背逆我 要跟我对着盖 上帝在发笑 意思说不可能 做不到 异想天开 那是诗篇 各位弟兄姊妹 在新月的时候 什么地方 神在发笑 神得到最后的胜利 就是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耶稣从死里复活 胜过死亡罪恶 带给我们新生命 神最后的胜利 神得到最后的胜利 因此当我们 在这个经文的教导底下 告诉我们要信靠神 和他独有的作为的时候 我在想我们会众当中 一眼看下去 都有不同年龄层的人 不同需要的人 当你听到要信靠上帝 和他独有的作为的时候 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对我们当中的长者 年长的弟兄姐妹 几岁我不知道 你自己说是不是那就是了 我告诉你 有一天 疾病死亡将把你击倒 对吗 我们不爱听死亡 现在没有过新年 还好一点 但我们亚洲人不谈这个课题 太沉重了 但是我再次告诉你 有一天 疾病死亡将把你跟我击倒 我也会 你也会 上帝靠得住吗 耶稣说 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请你记得 我们当中的长者 耶稣说 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我们当中有中年人 我也不把他分得太清楚 几岁到几岁叫中年人 反正中年人就是那些 三明治时代的那些人 上有老下有小 你夹在两代之间 努力地撑着 撑得很累 撑得很辛苦 上帝靠得住吗 他告诉你 我要使你们得安息 凡劳苦当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要使你们得安息 中年人 我们当中有少部分的 年轻的夫妻 结婚三年五年十年 不晓得 你们在挣扎 挣扎什么呢 一个人上班 还是两个人都上班 你们在问 我们能付得起房贷吗 你们在想 高收入的工作在何处找 不然怎么买房子 你们在问 我们要搬离洛杉矶 还是留下 这个地方太昂贵了 过不了日子 搬还是不搬 搬到哪儿去 你们在问 我们的死亿奉献 应该给多少 你看每个月仅仅够用 那还要奉献给上帝 十分之一 能过日子吗 有孩子的 你们在问 孩子上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 还是家庭教育 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教育 乱七八糟 怎么做决定 上帝靠得住吗 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夫妻 他对你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我们当时有少部分少部分的年轻人 有的还在念大学 你在问 结婚 结婚 还是单身 事业发展 还是生小孩 自己创业 还是就 稳稳 杂杂地 守住自己的岗位就好了 上帝靠得住吗 他对你说 一步一步与我同心 就一步一步的与我同心 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 或者朋友 可能你在问 我的理想对象会出现吗 还要等多久 当他出现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我还愿意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从单身生活 转变成婚姻生活吗 我都习惯单身了 现在身边多一个人觉得 蛮不舒服的 还要改吗 继续单身下去 还是就蹦着婚姻殿堂 踏上红地毯 就许下一个承诺吧 我爱你到底 怎么做决定 上帝靠得住吗 我想上帝会对你说 单身或结婚 我都是你生命的中心 单身或者结婚 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 你的人生中 永远不会一个人 独自前行 你永远是我所爱的 我想上帝会对我们当中 单身的弟兄姊妹 怎么说的 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高中生 大学生 你经常身份混淆 信仰经常受到考验 主流文化冲击你 叫你无所适从 圣洁的生活不容易过 上帝靠得住吗 我想上帝会对你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除了耶稣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叫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你来跟从我吧 因为上帝靠得住 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给我们这么长的一段经文 虽然还没有搞清楚 到底谁是谁 但是有一个事情 我们搞懂了 就是上帝靠得住 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和朋友 都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也面对不同的挑战 每一个人 对挑战压力的反应 还都不一样 求主帮助 我们就是紧紧抓住 我们这个从圣经的教导 而来的信念 要信靠上帝 和他独有的作为 因为他靠得住 因此我们就脚踏实地的 一步一步的与神同行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圣明求 Amen